你好 我是 怎 怎么可能 你是拆迁吧 我是 他好几天没来上班了 我担心出事就过来看看 才发现他吃安眠药自杀了 幸亏即是去医院洗了胃 既然你已经来了 那我去撤了 你好好照顾他吧 麻烦你了 没事 谢谢 谢谢 你终于可能还见我了 你为什么要跟自己过不去啊 我能坐下说吗 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告诉你 我有抑郁症 我很长时间一直都没有办法开心起来 直到你出现在了我的生命里 我才能够开心起来 但是现在你要离开了 你让我怎么活呀 你还记得这个八银河吗 这几天没当我很痛苦的时候 我都是天使塌入睡的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 虽然今天是我的生日 但是我还是想把这八银河送给你 让他陪在你身边 每当你听到他的声音 就会想起我 不好意思啊 我都没有给你准备生日礼物 傻瓜 你已经给我了 你能陪在我身边 就是老婆 老天爷给我最好的礼物 秦杰 不要离开我 我 我真的不能失去你 我爱你 你不会想看着我死吧 你先别想这些了 好好休息吧 那你能留下来陪我吗 来 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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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Spencer 我没见到你 Copper 好 我的天 你的眼督 莲 所以 civil sensitive 他那天吃的暗门药瓶子 你还在吗 我收拾屋子的时候 把瓶子扔进了垃圾桶 但我最近忙着照顾他 还没来得及造垃圾 在这儿呢 有吗 有 好 药片不溶于水 却溶解于食用剑 的确是暗门药 所以他是真的想自杀 你能告诉我 你那天在客厅里发生了什么吗 我坐在沙发上 手里拿着暗门药 这么多暗门药 你是怎么一次性得来的 暗门药是处方药 一般医生一次 只能开一个星期的量 我攒的 你攒了多久 一个多月 从差价跟我分手开始 这起码有三十遍 你过一个小时可以拆迁打电话 就按照我教你说的说 我又帮了你一次 你要怎么感谢我呀 莫先生 当柴谦不接你电话时 你那时的感受是怎样的 柴谦你回来 其实一切的催眠都是自我催眠 你说你如果 什么催眠 如果你自己不想 就无法真正进入催眠 柴谦你去哪儿了 我那么爱你 你为什么要抛弃我 你先给自己 做几个深呼吸 王松 你愿不愿意 先回忆一下 你和柴谦最早认识的时候 好吗 为什么要回到过去 我不要回到过去 柴谦你在哪儿 柴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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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子啊 那我们就来讲一个 驯服和驯养的故事吧 小王子和狐狸成为伙伴 是因为小王子 尊重狐狸的天性 如果小王子 不让狐狸去森林 让他天天跟随自己 按照自己的意愿活着 那他 还是小王子的狐狸 他们的关系 又会是怎样的 霍先生 我能理解你就是想用各种方式 把柴狸留在身边 即使是用打击 控制和谎言 但小王子这么美好的童话故事 不应该成为你对柴狸 实施精神控制的工具 如果你愿意的话 下周可以再来找我 看样子 我办公室的灯该修一修了 我告诉你 你可以给柴谦洗脑 但是休想给我洗脑 催眠这种虚头霸脑的东西 我根本就不信 我说不听 你的头是不想不要 你这也不看得到 你还要成为我 你还要去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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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你做事 你擅长咱们 看我 真的 我让你做事 是不是她们跟你说什么了 倩倩 你宁愿相信这样的骗子 谁是骗子 你自杀的时候 吃了多少片安眠药 她认为她吃了至少三十片以上 倩倩 走 倩倩 倩倩啊 我们俩五年的感情啊 敌不过她们外人三言两语吗 霍浪你嘴里真的一句实话都没有 洗胃单都能上方批图 倩姐 霍浪那天在医院的病例你还在吗 有一张洗胃单 那看 这数据不是很对 倩倩 一百五斤 五千毫升洗胃溶液 你和网上这个人 连洗胃溶液的规格都一模一样 会不会太巧了 这事业巧的事多上去了 问题就在这儿 我有个朋友之前误使了大概十片左右的安眠药 她当时都不只用了五千毫升的洗胃溶液 你吃了三十片一只 五千毫升就够了吗 我给 我跟你说我走 小青 你到底跟不跟我走 我问你最后一遍 你跟不跟我走 不走 火狼 我求求你放过我吧 如果你真的爱过我的话 ? 我明白的 你听到吗 多久 穆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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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听我说 你先不要走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好不好 好吗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 别 别 我求你了 别离开我 别 别 我求你了 别离开我 晴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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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我会原谅你曾经对我所做的一切 但我不会再为了你回头了 晴晴 晴哥 晴晴 晴哥 英雄 你把游戏